因為那個總統 美國以為說他會跑嘛 你要不要飛機的話 我不要不跑 穩定局勢 現在開始反敗為止 二次大戰 主權獨立國家只有60個 現在主權獨立國家將近200個 大家都走向獨立的嘛 誰去搞統一啊 現在沒有人在看統一 大家都在談獨立 獨立是很光榮的 所以這次又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是選舉很重要 就是現在不是有人叫那個選舉人說你簽個不投降承諾書 是 這到底是 有的不簽啊 是是是 那他們本來跟我講朝鮮我們要請他們簽 不投降承諾書 你有什麼意見 我太弱了吧什麼叫不投降 要 致死保衛 是 對不對 你看這次烏克蘭啊 為什麼能夠現在反敗為勝 因為那個總統 美國以為說他會跑嘛 對當初也是 你要不要飛機什麼 我不要我不跑 那個基輔市長 我也不跑 對基輔市長也是 他練功夫的 蠻猛的 這兩個人不跑 穩定局勢 現在開始反敗為勝 這樣一跑像阿富汗就完蛋了 所以這一次這個選舉啊 不是要不投降那麼弱 要跟他講 你要發誓 我選上之後我跟職位 共存亡 如果中共發動軍臺 我要抗共保台 與職位共存亡 如果你不正中 認真做這種宣誓 我跟他講 不要打給他啦 不要說這樣 你如果他不適時保衛這個 城市或者他的職位 他手上有 他手上有命令他可以 動員不動員 他之前不辭職軍警 他有權力耶 是 對不對 他 跑到桌子要不簽公文你就動不起來 對不對 這很重要所以說你那有些人在那邊什麼 遊遊儀儀啊各種理由不簽 我勸大家睜開眼睛 不要投票給他 對不對 你總是不希望共產黨來嘛 來他說殺光台獨不留活口 是 那你 留島不留人 對 而且你 即使不殺光他要對你進行再教育 再教育什麼意思 像西江一樣 再教育就是集中營 搞你 然後叫你 愛黨 那你慘了 所以 起碼 我們 現在做一個公民啊 這個 你要有這個 公民也有他的責任有他的驕傲 對不對 我們是國家主人啊 可是你要有責任啊 你是國家主人你要有責任 你要到了危急的時候保家衛國啊 對不對 你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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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在 西江 我們 小 說 你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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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卻 我 你卻 你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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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